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印了兩份資料給大家 是給大家做課外補充閱讀的 兩份上禮拜都有介紹 就是一些跟反散族主義的 相關的一些作品 那一本是《焚書之書》這本書的導讀 導讀的部分 因為那本書內容其實反而比較 讀起來會比較沉悶一點 他是在介紹被燒的是哪些書 那前面這個導讀呢 反而是在介紹這個燒書的歷史跟背景 所以我們印了那個導讀的部分 讓大家去了解那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另外一份資料還沒有來 那個是上禮拜有介紹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Élie Wiesel 這位猶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他寫了一本書 一個猶太人在今天 我們印了其中一張給大家 可以回去閱讀看看 因為那本書已經絕版了 所以想說 藉著這個我們可以影印的那個 許可範圍內 印一些給大家可以來閱讀 那我們上禮拜介紹這個 初代基督教跟猶太教中間 已經很不幸發展出來這種很緊張的關係 我們上禮拜提到 在初代基督教這種 微妙的一種緊張關係已經形成 兩個非常相像的宗教運動 兩個宗教團體 卻慢慢發展出一種張力 那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在猶太會堂這一邊 已經開始發展出一種 對新的這個基督教團體的一種 敵對的態度 那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慢慢的在基督教團體當中 也對猶太宗教採取一種比較是 帶有一點控訴味道這樣的一些 延遲 那我們用那個在撒敵的主教 美利都曾經留下來的一份文獻裡面提到 他用一種修辭學的口氣 在質問猶太人 說難道你們不知道 你們殺了這個無辜人的 流了無辜人的血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緊張關係 就慢慢的在那個時代慢慢形成 那我們也延伸的順便探討了 這樣的一種關係 到後來竟然很不幸的發展出一種 反散族主義 那反散族主義其實是一個比較 比較廣義的說法 那已經習慣大家都用這樣的一個用語 Antisemitism 其實它的本質是比較狹義的 特別是指一種反猶太主義 所以我在上禮拜最後面的講義第三頁那裡 有提到後來這樣的一種態度 慢慢慢慢的常常在一些政治變動 社會變動當中會展現出來這樣 譬如中世紀的時候 有瘟疫的時候 把這個猶太人當成代罪羔羊 然後這個要他們好像承擔這個 瘟疫的代原者這樣的罪 或者是十字軍東征當中 也對猶太人有這種敵視的一種做法 最嚴重的當然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 這種種族主義的理論形成以後 後來我們看到很不幸的 在二次大戰期間有發生了這個Holocaust 就是猶太人大屠殺這樣的事件 那我們上禮拜也介紹了一些作品 那這些作品在講義的第四頁的最下面那裡 延伸閱讀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有在思考說 第二篇的這個讀書性的報告 不曉得要寫什麼主題 這些作品其實都可以當作寫作的一個主題 那我們上禮拜有大概介紹了裡面的 幾本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那他們其實也有影片 那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切入到這些主題來思考 那我在第三大段的地方 上禮拜沒有機會比較吸一點說明 我稍微很快的做一點點補充就好 就是就一個宗教的團體 跟他所發展出來的教義跟制度而言 我們發現在這個猶太教 原來的猶太教這個根源到他 從他裡面展現出來的新的一棵大樹 這個新的基督教 這中間其實有非常緊密的一種關係 我們稱它為一種連續性 意思就是說猶太教很多的觀念 宗教思想 教義 甚至儀式 通通已經延續到這個基督教的 新的這個宗教傳統裡面 但是兩者中間又為了一些很 關鍵的一些觀念產生差異分歧 所以我們在最後那個第三大段的地方 稍微把這個連續性跟不連續性的地方 做了一點點的整理 那在禮儀方面我們也清楚看到 這個猶太會堂裡面的敬拜方式 很明顯的影響了接下來的基督教的禮拜 裡面重要的要素包括唱詩 祈禱 讀經 然後講解這個經典 然後最後有一個猜遣祝福的儀式 這樣的一個模式也在初代基督教裡面 這個延續下去 只不過基督教又加了一些新的要素在裡面 那譬如說基本的禮儀 猶太人他們有祿會禮 那後來這個祿會禮 基督教把它用洗禮把它轉成下來 那猶太人有育月節的晚餐 那這個藉著耶穌本身跟他學生一起 舉行的最後的晚餐 育月節的晚餐被轉化成為基督教的聖餐 這中間其實有延續的概念 因為育月節的晚餐代表的是猶太人 因為育月節這個事件得到拯救 當時候根據《出埃及記》的記載 天使帶著這個刀去擊殺所有埃及的長子 那以色列人 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 他們用羊羔的血塗在門楣上 就能夠避過這一場的長子 被殺的這樣的一個災禍 所以育月節代表的是一個用羊羔的血 逃避過這個死亡的一個經驗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象徵 這是一個救贖的記號 羊羔的血變成救贖的記號 那在基督教的聖餐這個概念裡面 特別四本福音書的第四本 約翰福音就用同樣的概念去詮釋 約翰福音把耶穌稱為是育月節的羊羔 那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 好像讓這個相信他的人 可以免於這個死亡 拯救 所以育月節的一個象徵 是一個拯救的象徵 好像也轉移到基督教的這個 新的這個儀式聖餐裡面 所以這中間很清楚有一種連續性 在教義方面 猶太人是很清楚的 是在當時地中矮世界裡面 最獨特的一個獨一神的一個宗教 只相信一個唯一的神的這樣的宗教 相對於希臘羅馬世界 所謂的異邦的世界是多神的一個文化 那這樣的一個獨一神的概念 對基督教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基督教本身基本上還是一個獨一神的概念 只不過說後來為了要把上帝基督跟聖靈 這個聖靈是一個新的一個 在基督教運動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種認知 就是一個上帝所示的一種特別的神聖的力量 而且是具有位格的 那三位跟傳統猶太教一位 這中間有一個張力在 但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張力 基督教發展出一個教義叫做三一論 這三位一體的概念 就是把猶太人的獨一神 能夠放在基督教新的理解裡面 上帝耶穌基督跟聖靈是同一位上帝 所以基本上沒有違背原來的獨一神的概念 但又發展出基督教獨特的神觀 所以就這一點來看 你又有看到一個連續性跟不連續性 那我這邊 我沒有時間每一點詳細介紹 但比較重要的點 我們看第四頁上面的西小點 這個約的概念也是一樣 從猶太人延續下來的 今天基督教看猶太人的西伯來聖經 稱它為舊約聖經 然後把基督教自己本身 這個團體所寫作出來的新的經典 稱為新約聖經 一個是舊的約 一個新的約 新舊並沒有對立的意思 基督教事實上把舊約聖經 也看作它的正點的一部分 只不過用一種新的宗教團體的概念 好像要來對比舊的 所以這個約的概念 你也可以看到是從猶太人 原來就有一種約的概念延續下來的 猶太人自認為自己 跟上帝有一種立約的關係 那基督教認為 耶穌開啟了一個新的約的關係 那兩者都可以共同稱為一種經典宗教 特別我們上次看過畫的圖像 傳統的猶太教是以聖殿為中心 但經過70年聖殿被毀以後 猶太教本身跟基督教 都是發展出一種經典宗教的概念 都是用一本經典作為最重要的中心 那在倫理觀念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兩者非常的相像 猶太人是一個當時候 最重視倫理道德的一個宗教 我們知道非常多的希臘羅馬人 為什麼會對猶太宗教產生興趣 其實是因為看到他們非常高的一種 道德的一種倫理的一種標準 還是那種道德倫理的一種高尚的理想 所以他們會對猶太人的宗教有興趣 那這樣相同的一種倫理的觀念 其實延續下來 我這邊就舉了兩三個例子 譬如對上帝的了解 上帝是一個怎樣的上帝 那他的信徒就要活出這樣的特質 那猶太人最強調上帝兩個特質 一個是公義 一個是慈悲 公義的上帝也是慈悲的上帝 那對猶太人來講 他們就必須在他們的生活的特質裡面 反映出這兩個特質 社會裡面要有公義 對那些弱勢者 對那些需要的人要有慈悲 憐憫 這樣的一種公義跟慈悲的雙重的倫理的概念 我們看到後來也延伸到 基督教的倫理觀念裡面 那跟這個有關的是第二個小點 就是特別對弱勢者的關懷 這個我們看到在猶太人的一個傳統裡面 非常有名的像生命記的記載 或者是約伯記的記載 我這邊有列了幾個經文 裡面都提到 如果一個宗教團體會去照顧那個最弱小的 最微小的 這個團體才有活出它的一個宗教特質 那它裡面最常用的象徵 在猶太人的觀念裡面 就是孤兒寡婦還有外僑 這三個概念是在猶太人的 所有的這些宗教經典裡面最常講到的 你們當中如果有孤兒有寡婦有外來的 因為我們今天的話來講 好像外籍老公 外籍移民 這些外僑 那這些人在你們當中 你們如果沒有照顧他們 你沒有照顧他們 那表示你這個團體 是不符合上帝的要求的 那這樣的概念 當然我們看到耶穌的運動裡面也明顯的 把這樣的特質特別強調出來 所以大概我們舉這幾個例子 可以看到猶太教的很多 基本的禮儀 教義 倫理 都被後來的新的基督教團體 給承接下來了 但兩者之間呢 也有一些差異性 我的第四小點就來談這個部分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 一位重要的人物 保羅 他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因為他事實上本身是猶太人 他本來也是猶太教的 熱心的猶太教徒 後來卻轉變 因為我們今天常用的語言 改宗 改宗成為基督徒 那在他身上同時 有舊的猶太人的觀念 他又成為一個新的宗教的信仰者 基督徒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他身上可以看見一種轉換 觀念上的轉換 那這當中 這三點很明顯都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猶太人把摩西的律法 看作是一種必須遵守的 一種律法的生活 可是在基督徒來講 律法是不可能 人是不可能遵守律法的 這個摩西的律法 其實只是要 最後只是要顯明 人不可能按照這種 律法主義來生活 人必須要依賴上帝的恩典 才能夠生活 這我們等一下介紹保羅 他特別帶出這樣的一個觀念 第二個 我們之前已經提到過了 對猶太人來講 對彌賽亞的認識 比較偏向是以猶太族群的政治命運 猶太族群所面臨的那種 世界的一種困境 來帶來解救的一位 這樣的一個形象的 彌賽亞的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 被賦予了很多政治性的內涵 民族性的內涵 猶太人想到彌賽亞 就想到是一個猶太民族的拯救者 那這一點對新的基督教團體來講 他就要打破這樣的一個概念 基督所顯示的 耶穌所顯示的一個彌賽亞的概念 是非傳統政治性的 雖然他有政治的意涵 但他不是傳統的猶太人的政治性 而且他是跨越族群的 那這一點也延伸到第三個小點 就是猶太人對外邦人的態度 自認為猶太人是一種優越的民族 是上帝特別的選民 所以猶太人其實有一種 本身就已經先有一種類似一種種族中心主義 一種種族的優越感 至少在宗教事務上 他們認為他們是比其他族群更得到上帝的 特別的恩寵的 那這一點耶穌的運動也打破這個概念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不管什麼族群 什麼樣的社會背景 不管什麼樣的性別 在上帝面前每一個人是平等的 這樣的概念我們看到 讓基督教跟猶太教就越分越遠 越走越遠 後來兩個宗教觀點就分歧了 那我在結論的地方 順便連到我們在讀的教科書 做一點點的連結的思考 Ronnie Stock他寫的那本 《基督教的興起》這本書裡面 他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說為什麼很多過去的歷史學家都認為 基本上猶太人並沒有接受基督教 雖然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 但是經過了那個張力 我們講了這個張力之後 我們看到第二世紀以後 好像基督徒變成是以外邦人為主 就是以這些非猶太人為主 那猶太人是不是就慢慢慢慢的 就採取一種態度 就是不願意接受基督教這樣子 那到今天還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今天在很多基督教團體裡面 他們還是把猶太人 看作是宣教的對象 他們很希望能夠讓猶太人 能夠改信耶穌這樣子 那這中間牽涉到真的嗎 是真的猶太人就大多數是拒絕 這個基督教的這個運動的嗎 那Ronnie Stock其實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他用一種宗教社會學的觀點 提出說猶太人很有可能 有相當的比例 其實已經規劃成為基督徒 那他這邊有兩個論點 我覺得可以讓我們做一點點的聯想跟思考 他說一個新興的宗教運動 通常很難從那個完全沒有宗教意識的人 來吸收新的成員 通常最容易的 還是從已經有宗教意識的人 已經是屬於某一個宗教團體的人 那在這個宗教團體裡面 原來的宗教團體裡面的人 可能他不是很熱心的 他已經對這個宗教比較邊緣化的 或者是他帶有一種世俗傾向的人 結果他在這個新的宗教裡面 好像燃起一種新的熱情 讓他燃起一種新的熱情 他就決定加入這個新的團體 那第二點就是他主張 由一個宗教改宗到另外一個宗教 中間通常有一種文化延續性 文化延續性的意思是說 你本來就已經有了一些宗教概念 比較容易讓你順著這樣的一種延續性 接受新的一個宗教 這個新的宗教跟你舊的宗教中間 在文化價值的思考上不是差太多的 這樣的一種延續性 讓一個人容易轉化到新的宗教裡面去 那他因此他提出一個看法 就是猶太人在面對兩次猶太戰爭之後 在羅馬社會裡面已經整個被邊緣化 甚至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他不能住在巴勒斯坦 猶太人被趕出巴勒斯坦 必須要到其他的羅馬城市去居住 那在這過程當中 他要解決自己的身分認同的問題 選擇成為基督徒是一個可能 加上第二個 從猶太人成為基督徒 中間有一種文化延續性 比較容易可以轉過去 這個我們等一下介紹保羅 也會談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羅利斯坦這個說法 到底合不合理 有沒有說服力 這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那這是他在 我們在讀的這個教科書裡面 某一章他特別探討這個問題 我順便上禮拜要介紹 基督教跟猶太教的緊張關係 就把這個問題放在結論的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進入一個新的主題 那請大家看講義第五 就是我們要介紹一位一個新的 過去如果對基督教不熟悉的人 說不定只有聽過他的名字 那不一定特別認識這位 非常重要的人物保羅 那我們今天在標題上面稱他是 基督教神學跟體制的創建者 那這個就有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跑出來 就耶穌很清楚耶穌是 基督教這個原生的那個運動的核心人物 我們幾個禮拜前介紹了耶穌運動 從耶穌運動裡面才延伸出最早的基督教團體 那後來保羅卻扮演一個好像更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呢 我這邊用兩個觀念來定義他 一個是他建立了基督教的神學系統 第二個是他幫助基督教建立的一個組織跟體制 那特別是他自己本身直接投入在實務工作裡面 他建立了相當多的基督教會 他到處去做宣教旅行的工作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今天稍微介紹他的一個背景 那也介紹他的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轉變 那這個轉變其實有人稱為是他的一個 非常特殊的宗教神秘經驗 那在很多的宗教人物裡面 擁有一種特殊的宗教經驗也是很重要的 這種特殊的宗教經驗通常會讓這個人 宗教思想可以深化 讓他的宗教熱情可以特別有一種強烈的一種的創造力 我們可以說一種能量或是創造力 那保羅好像也是這樣的一位人物 所以他的那個特殊的改變經驗 好像也變成是基督教裡面的一種原型 prototype 就是談到一個改變的概念 很多人就想到是保羅他那種經驗 所以我們今天重點大概介紹這三個部分 好 那我們從這個傳統的一些圖像 藝術的圖像 特別東方教會的圖像裡面 看到這個他的這樣的圖像 那他有兩個名字 一般在基督教過去傳統裡面 喜歡把這兩個名字對立起來 說他以前叫扫羅 信了耶穌以後就改名叫做保羅這樣子 那這個說法對一半 應該說對一半 因為他本來可能就是兩個名字 他是一個希臘化的猶太人 我們上禮拜有介紹這個概念 他是一個從小就接受希臘化文化 而且生活在羅馬世界裡面的一個人 所以他很可能一開始就是兩個名字 一個是他自己在希伯來的族群裡面 用的名字扫羅 但是另外一個名字就是他在一個 希臘化生活裡面 他使用的名字保羅 但是很明顯的 在他接受基督教之後 他選擇使用保羅這個名字 不再使用扫羅這個名字 在他寫的書信 在他跟人互動稱呼 他都自稱為保羅 所以扫羅跟保羅 代表他兩個階段也是對 也是對 只不過他原本可能就是一個 具有兩種文化身分的人 那我們自己來看 我們來讀一下他自己怎麼 談到他自己 我們今天這個PowerPoint裡面 有放了不少的這個文本 就是保羅自己的作品裡面 他自己寫的東西 我們自己借這個機會讀一讀看看 這個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人 他的修辭學 他的這種文學的造詣 思想的造詣 其實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那看到他的文字裡面 閱讀他的文字本身 也可以來認識他 那這是他寫給 在這個希臘半島上面的一個城市 菲利比 那邊的一個教會的一封信 那信裡面他自己為自己在辯護 在辯護當中他順便談到 他自己是怎樣的人 那時候當時候他辯護的對象 就是有人在說 他比保羅更有一種的 猶太的一種的傳統 那保羅自己就在那邊 有點點在把自己的那個歷史 故事都搬出來 他說我出生第八天 就受割禮 我生來就是以色列人 屬於便雅敏之族 便雅敏之族 便雅敏之族是以色列十二支派裡面的一個 那便雅敏之族裡面 出過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就是以色列的第一個國王 跟他同樣的名字就是扫羅 所以以色列的歷史裡面 在大魏之前擔任國王的第一個國王 就是扫羅王 所以扫羅的名字一定是 我們說name after這一位國王 就是以他名字取的 所以他說 我是血統純粹的希伯來人 就遵守猶太教規這一點來說 我屬於法利賽派 那我們記得法利賽派 我們之前在分析 猶太人的光譜的時候提到 法利賽派就是屬於那個 最嚴格遵守猶太傳統的 從小就讓孩子 學希伯來文受經典的訓練 然後我們後面會再談到他 法利賽人的這個部分 他說我是屬於法利賽派的 是一個很認真的遵守猶太教規的 就熱心來說 我曾經迫害過教會 那這個是後來在講的事情 也是保羅自己承認 我當初大發熱心 專門在迫害基督徒 專門在迫害基督徒 所以他說如果 猶太人認為守摩西律法就是義 這牽涉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基督教跟猶太教對摩西律法看法的不同 猶太人認為一個人如果 能夠真的遵守摩西的律法來生活 就可以被稱為是義人 在上帝眼中他就是義人 他說如果真的要遵守法律 我是認真在遵守的人 我可以說沒什麼可以指責的地方 大概跟大家比起來他覺得 他算是非常出色的猶太人 另外一個一段字述 這是不一樣的一本書 在初代基督教最重要的一本歷史書 叫做《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這本書裡面 有記載非常多保羅的故事 在那裡面保羅自己講他 悔改的故事就講了三遍 我們等一下會引用他自己的語言 那在這邊他有一段字述 他說我是猶太人 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樹 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大樹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也有他很重要的地緣上的 還有文化上的意義 但是我在耶路撒冷長大 他出生在外地 所以他是一個希臘化的猶太人 但他從小就被送回到母土 送回到猶太人的母土 送回到耶路撒冷 在那邊成長受教育 他說在加馬列門下受教 接受過祖先一切法律的嚴格訓練 熱心侍奉上帝 他現在在對猶太人講話 跟今天在場的各位一樣 我曾經迫害遵行這道路的人 就是指基督徒 置他們於死地 搜捕男女信徒 把他們關在監獄裡 那很有趣 這邊給我們另外一個資訊 保羅說他是加馬列門下受教的 加馬列是當時最有名的一個 猶太人的拉比 那這個當時猶太的法利塞派 裡面有兩大學派 很有意思喔 兩大學派 就很像今天很多宗教團體 至少都有分這兩大派 一派是自由派 一派是基督派 保守派這樣子 那加馬列是屬於自由派的 我講義上面有提到 這一派叫做Hileo Hileo 自由派的 那另外一派保守派 基督派的 叫做Shamay 那Hileo這一派很有意思 為什麼被稱為自由派 他們對舊約的 猶太人的經典的解釋 是比較開放的 不會隨便只有按照經文的字面意思 去解釋聖經 譬如說這位Hileo 這一個學者 曾經被問一個問題 這個故事非常有名的 猶太人的故事 這Hileo被問說 如果我要求你用一隻腳站著 只有用一隻腳站著 然後把猶太人的宗教思想 很簡單的就可以把要點講出來 你做得到嗎 換句話說 要他用一種最精簡的方法 把猶太人的傳統介紹出來 一隻腳站著 一直說短時間內這樣 結果這Hileo非常有意思 他就回答說哪有什麼問題 我馬上就可以回答 所以他就一隻腳站著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任何你不想別人做在你身上的事 就不要做在別人身上 任何你不想別人做在你身上的事 就不要做在別人身上 這個聽起來很像孔子講的話對不對 那這句話很有意思 其實這句話就被人家引用來說 用這句話好像可以代表一個 猶太宗教的一個精髓 一句話 那類似的話其實耶穌講過 耶穌也講過 耶穌把這句話轉成是正面的 耶穌講那句話怎麼說呢 那就是說你想要別人對你怎麼樣對待你 你就要這樣對待別人 你想要別人用怎樣的態度對待你 你要同樣的態度對待別人 那Hileo是比較用消極的方式 你不想別人怎樣對待你 你就不要用這樣的態度對待別人 所以這一點你可以看出這個 保羅手受的這個訓練 是屬於法利賽爾裡面 這種我們叫自由派的 但是他的嚴格在努力要遵守 猶太傳統的精神還是很強的 很強的 我們後來在史如行段第七章 就讀到這個故事 基督教最初的團體裡面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分成兩個團體 一個是講希伯來話的 一個是講希臘話的 就是外來的這些希臘話的猶太人 那這兩個群人後來 我們上禮拜提到他們各選出領導者 那其中一位就是 這些希臘話猶太人的領導者 就是屍體凡 那屍體凡是一個非常有熱情的人 口才也很好 那這個史如行段的故事就提到 他在一群猶太人面前 講起他自己是猶太人的這種信仰認同 但最後卻控告猶太人 說他們為什麼殺了一人耶穌這樣子 結果那些猶太人很生氣 就拿石頭丟他 把他丟死了 在這個經文的最後一節提到說 保羅在那邊 當時應該還是一個年輕人 他呢替那些在丟這個 屍體凡的人看管衣物 那最後還加了一句說 救屍體凡被害這件事情 保羅是贊同的 保羅是贊同的 所以這一點你可以看到 確實我們很清楚可以 就這個持圖行算的記載裡面 保羅是一位非常傳統的熱心的 這個猶太派的信徒 那對基督教這個運動是採取一種敵對 甚至到後來他主動的變成一位迫害者 這樣的人物 那好我們順便談一下保羅長什麼樣子 這個也滿有意思的 他自己唯一的一段描述 這是哥林多後書 十章十節 他在寫信給哥林多教學說 他自己說自己 人家都會罵我 說我這個人外表平凡 言語粗俗這樣子 他自己說別人這樣說他 別人這樣說他 那他好像默認這樣的感覺 如果你去讀哥林多後書 自己滿謙虛的說 自己是一個外表很平凡 言語很粗俗的人 說別人喜歡這樣說他 那很有意思的是 有一本外經的書 這本書不在基督教聖經裡面 那是一本所謂的 在基督教團體流傳的一本外經 那這本書叫做保羅以西克拉傳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再 最後面還會再提到這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提到 有一位以佛所的學者 叫做Onesiphorus 那這位Onesiphorus 他有聽到保羅的名聲 所以來拜訪保羅 那拜訪保羅後 他回去跟他的朋友描述 保羅長什麼樣子 那這段話我把它引用在這裡 他說保羅這個人 身材短小 頭頂光凸 雙腿彎曲 氣質高尚 雙眉相接 陰溝鼻 滿臉慈祥 這段話比保羅自己講的自己 好很多給他 雖然看起來他不是一個 外表出色的人 但至少就以佛所人的描述 他是一個相當有氣質的人 相當有氣質的人 那我們就看幾張 常常被拿出來 介紹保羅的圖像 這是在東正教的icon裡面 圖像裡面常常出現的 把保羅跟彼得這兩位放在一起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 介紹保羅最後的人生的結局的時候 很有意思兩位又碰在一起 兩位碰在一起 那保羅跟彼得通常在基督教 不管是哪一個傳統 東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基督新教也好 大概都把這兩位看作是 基督教最重要的兩個注實 兩個注實 彼得好像是一位行動家 彼得好像是一位行動家 那保羅也算是行動家 但保羅更出名的 可能是他一位 他是一位思想家 他是一位把基督教的這種信念 整理出來的人 那兩個人常常被放在一起 那東正教的圖像 我們現在看到右邊的這張 就很明顯的指稱說 保羅跟彼得兩位 好像就是把教會稱起來的 把教會這個基礎稱起來的 那其中保羅當然很明顯的 到後來我們看到他的那種 在思想跟觀念上的重要性 就遠遠超過彼得 因為保羅留下了非常多的作品 非常多的作品 好 那這是西班牙畫家 El Greco畫的保羅 這張也是非常有名的圖像 林布蘭 荷蘭畫家林布蘭也很喜歡畫保羅 那他畫很多幅保羅的畫 把他描寫成一個 非常有這種宗教氣質的 這樣的一個人物 另外一幅他畫他保羅在成詩的像 還有一張是保羅在書桌前面 在默想的圖像 這都是林布蘭的畫 那最有趣的是 林布蘭把自己畫成像保羅一樣 他很多字畫像 這幅畫把自己畫得很像保羅的形象 所以他自己承認說這張畫就是 把自己畫成像保羅的樣子 那其實這個主角是林布蘭自己 好 那我們也看一下大樹 大樹這個城市 那我們看耶路撒冷在這個地方 那最早的基督教往北發展 最重要一個中心就在安提亞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安提亞這個地方 是第一次猶太人跟非猶太人混居在一起 成為一個新的信仰團體的地方 在這個安提亞這個地方 那離安提亞不遠 往西北一點點這個地方就是大樹 那大樹在地理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在講義的第三小點有提到 它是僅次於雅典的一個希臘化的重要城市 在大樹這個地方學術風氣非常的強 特別是希臘哲學裡面的斯多亞派 斯多亞派在這個大樹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學術院 也有很多的 除了好幾位重要的斯多亞派的哲學家 所以我們後面會提到保羅他精通希臘哲學 跟他的這個出生背景是有關係的 那大樹今天考古學挖掘出來的一些景象 舊的這個羅馬的城門 那今天很有意思的是 這個當然 舊歷史學家來講有爭議性 到底真來假的 但是今天如果要去大樹旅行的人 通常會去這裡參觀說 這是一個保羅故居 還留著保羅他家裡面留下來的一個水井 這個井叫做保羅井 那這個旁邊有那個挖掘出來的遺址 那這個整個城市其實往下沉了12公尺 今天的城市是在這個上面 那舊的大樹城市其實是在地底下 好 那我們從這裡就要切入來看 保羅這個人他最重要的一個 經歷到了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件 稱為大馬四格事件 這個事件讓保羅這個人 從剛剛介紹的 一位專門在迫害基督教的一個熱心的 法利賽派的猶太人 卻一轉而成為耶穌的信徒 那這個事件本身 我們怎麼去解釋它 保羅自己又怎麼去形容這個事件呢 我們下面接下來就來讀他自己 我們先看幾張圖 然後來讀他自己講的文本 這個故事後來成為藝術家非常喜歡描繪的一幅圖像 描寫說保羅他跟一群人可能還有兵丁在內 他手上拿著猶太宗教領袖給他的公文 授予他權利去抓那些猶太人裡面的改教者 我們記得上禮拜讀的那個會堂裡面的那個猜潛文 猶太人已經開始認定 這些由猶太教改宗成為基督徒的人 是猶太教的叛教者 那保羅特別熱心的想要去抓他們 破壞他們 所以他手裡拿著公文 身邊帶著一些武裝的兵丁跟著他 要去抓基督徒這樣子 說到他將近大馬四格的這個城市的附近的時候 突然有天上有大光照下來 他就摔在地上 然後他自己描述他眼睛就瞎了看不見這樣 很有意思是這個經文其實是沒有提到他有沒有騎馬這樣子 沒有提到有沒有騎馬 但幾乎所有的藝術史 大部分都描述他從馬上面摔下來這樣子 馬上面摔下來 所以這張很清楚看到 這帕麵尖尼納畫的保羅的悔改 就描寫他從馬上面摔下來 好 我們看一下他自己怎麼講 使徒行傳這裡說保羅用凶惡的口氣恐嚇主的門徒 就是基督徒 他去見猶太大祭司 要求發給自大馬四格各猶太會堂的文件 准許他搜捕跟從主道路的人 無論男女 只要抓到都押回到耶路撒冷去 在往大馬四格的途中 快到城裡的時候 突然有一道光從天上下來 四面照射著他 他趴在地上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扫羅 扫羅 你為什麼迫害我 保羅就問 主啊 你是誰 那聲音回答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根據這個經驗 保羅在那個光當中 跟耶穌相遇 他在破壞耶穌的門徒 耶穌自己在光當中向他顯現 然後跟他說起來 進城去 有人會把你所該做的事告訴你 接下來這段描寫很有意思 跟保羅同行的人都站住 說不出話來 一群人跟著扫羅 他們都很奇特 覺得很奇特的經驗 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他們只有聽到聲音 卻沒有看到是誰 只有保羅 真的有那個特殊的宗教經驗的人 只有保羅自己 保羅從地上爬起來 睜開眼睛什麼都看不見 同行的人就拉著他的手 帶他進大馬士格城 他三天看不見什麼 沒有吃也沒有喝 這是保羅的第三次的描述 在《使徒行傳》裡面總共有三次 他針對不同的對象 講他自己的故事 那第三次最有趣 第三次他把前兩次 好像沒有講的細節又講出來了 我們再看一下他第三次怎麼說 他說月剛中午的時候 我在圖中看見一道光 比太陽的光還要強烈 從天空照射在我和我同行的人周圍 我們都捕倒地上 我聽見一個聲音 用西伯來話對我說 耶穌用西伯來話對他說 特別有指稱什麼語言 扫羅 扫羅你為什麼迫害我 你向牛用腳踢主人的翅膀 反而傷了自己 這句話是很有意思的 保羅第一次講到這段描述 耶穌好像引用一個 猶太人的俗語 俗諺 牛要踢 想要踢的時候 卻去踢那個主人 用來驅趕牛的那個翅膀 所以是自己傷了自己 你想要踢人 卻踢到你的主人 用來訓練你的那隻翅膀 保羅說 主啊你是誰 一樣的 同樣的 後面這段是類似的 所以這個中間有一個很微妙的 宗教經驗發生了 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第三次的描述裡面 保羅很清楚的把他自己的角色 做了一個描述 耶穌所講的很清楚的指出 他的一個經驗 他要用 像牛要用腳踢人 卻踢到主人的翅膀 我覺得很有意思是 很多的畫家就把這個精神畫出來 卡拉瓦橋 卡拉瓦橋畫了好幾幅 保羅的conversion 其實conversion of Paul 保羅的改變 或者翻作改中 是一個藝術史上非常多人畫的圖 我把這幾幅很快的放過 我們來休息 卡拉瓦橋描述保羅的那個困境 你看他整個焦點是放在保羅這個人的困境 保羅表現出一種無助的狀態 無助的狀態 眼睛看不見 兩手張開 另外一張卡拉瓦橋的畫 另外一個角度 那也是從馬上摔下來 那這一張描述的則是 他眼睛看不見 其實他是一個盲目的人 他其實是一個盲目的人 接下來如本斯畫的 把這個保羅從馬上面摔下來 把這個用很生動的方式描寫 上面把耶穌也畫出來了 這是另外一個祈禱書裡面畫的 保羅趴在馬上面 天上有光照下來 Angelico畫的 這也是一個類似這個彩繪的經文裡面畫的 保羅好像用手去阻擋那個光 我們看到剛剛所有的藝術家的一個切入點 大多數都是放在一個被 好像被震盪 受到一個非常大的震盪的 我們記得保羅原來的一個這種態度 是得意洋洋的 這個我們說趾高氣昂的 他是一個手裡拿著令箭 他覺得他是在為上帝大發熱心 要去破壞這些新興的這些宗教徒 這樣的一個好像把自己拿得非常 擺在非常高的位置的一個 就整個被震盪 從馬上摔下來也好 或是整個摔在地上也好 那個大光照著他 其實對他的這個自我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挑戰 這樣子 我們記得這些畫家 都是用這個角度在描繪保羅他的一個經驗 那我特別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這是這個北海的 北海我們今天可以稱說 大概是在比利時這個區域的一位畫家 因為他們有兩代的畫家 所以有老布魯哲爾也有小布魯哲爾 那這是老布魯哲爾他畫的 布魯哲爾畫非常多的宗教的主題的畫 我們將來還會介紹他 譬如他介紹他畫了一部一系列非常有趣的 就是所謂的什麼樣的不同的罪的 這樣的一種的宗教主題的畫 那這一幅畫他畫的是 保羅的這個摔 從馬上摔下來的景象 那這張畫是很有意思的是 你初初看下去 你可能找不到保羅在哪裡這樣子 他那個畫的景象好像是 就是要你一直去尋找說那個焦點 要去找到 找到 那他們畫了非常多的人 有軍人 有這些武裝的軍人 有這些好像是 跟保羅一起去的一些宗教的領導者 這樣的一個圖像 那他們好像經過一個非常險峻的 一個山領的區域這樣子 那所以這張畫有非常多的解讀 很多人認為他是 譬如有人主張他以古易金 他這張圖是1560年代畫的 他好像刻意在描寫西班牙人 跨過那個山領要去佔領這個 地帝國比利時跟荷蘭 有人譬如說做這樣的詮釋 那其實我們如果把它的細節再放大 就很有意思了 你看他畫得非常非常的細 譬如這邊在旁邊一角 你就看到有兵丁 對著這個好像是猶太的另外的領導者 在說前面發生事情了 非常細的一種的描寫 那我們往中間拉大的時候 就看到原來保羅在這裡 原來保羅在這裡 他在遠遠的一角的地方 他從馬上面摔下來 穿著藍色的衣服 摔在馬下面的這樣的一個場景 如果詳細去看的時候 其實你又發現 布魯哲爾好像故意要描繪說 在旁邊的人其實 大部分的人並沒有什麼樣的一種感 特別的那種感覺 好像是一副鏡子的圖像 那有一個人卻有特殊的經驗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要牽涉到 我稍微插出去講一個小插曲 就是說這個 這樣解讀一幅圖畫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藝術史上的一個功課 那我上上禮拜 朋友邀請我去看一部新的影片 剛剛才上映的 那我去看這個四映片是在北美館 在北美館引出的 就是美術館時光 那這個影片很有意思 內容是滿沉悶的 滿沉悶的 但是它的主題很有意思在描寫 一個人去美術館在看圖的時候 怎麼樣去感受圖 藝術的那個圖對我們的一種的影響跟衝擊 你怎麼樣去打發在美術館的時光 那這個它的主題在描寫 一個人跟畫的一種接觸跟互動 那很有意思是這個畫裡面就解讀了這張圖 剛剛好在解讀這張圖 然後裡面有一個 這個好像是導覽的一位專業的人 他就在那邊一直說 那我後來為了要找到這張圖 把它特別放大給大家看 他就說這張圖的主角其實不是保羅 他主張是旁邊站著的一個小孩 那這張圖放大 因為你們可以看得到一個 小孩子穿著衣服站著直直的 他其實在那邊往這邊看 在看保羅的方向這樣子 好像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保羅 只有他看到保羅 那個導覽就主張說這張畫的主角 其實是那個小孩子 是那個小孩子跟保羅兩個 結果那個電影裡面很有意思是 去看畫的人就跟導覽吵起來了這樣 吵起來兩個人對這個畫的解讀不一樣這樣 那我這是小插曲啦 那重點是每一個畫家在描寫保羅 我都在談他的一個很深刻的宗教經驗 如果我們在最後幾張再看一下 Vico的話 用一種十顆畫在描寫保羅 被大光震驚這樣的場景 米開朗基羅的畫 米開朗基羅畫的 他特別把這個光 上帝 耶穌好像把那個光打下來 這樣的一個場景 特別很有趣的是 他一樣描繪保羅那種無助的一種場景 這個經驗是一個宗教經驗 我們怎麼去解釋他呢 那我又再引用一段保羅自己講的 保羅他其實有很多次在談這個 那這是他另外一段的描述 對他來講這段故事 這段經驗非常重要 因為他給予了他一個新的身分 而且保羅堅持這樣的一個經驗 是沒有別人有的 是他自己獨特的 我們看他這段 這段也是從另外一本書信 菲利比書信裡面引用來的 他寫信給菲利比的基督徒 他說弟兄姊妹們 我要你們知道 我所傳的福音不是人想出來的 我從來沒有從任何人接受這個福音 也沒有向任何人求教過 而是耶穌基督親自向我啟示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宗教的用語 他自己有一個獨特的 從基督直接得到啟示的經驗 然後接下去他又再回溯他自己 我從前信奉猶太教時的行事為人 你們都很清楚 我不留情的迫害上帝的教會 極力摧殘他 在同輩猶太人中 我比別人更積極的遵行猶太教規 更熱烈尊奉祖宗的傳統教訓 接下來他說 當他決定向我啟示他的兒子 他是指上帝 第一個他是指上帝 當上帝決定向我啟示他的兒子 使我在外邦人當中宣揚有關基督的福音史 我並沒有去向任何人求救 求教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卻立刻到阿拉伯去 然後返回大馬士格 過了三年 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見彼得 跟他住了十五天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沒有見過其他的使徒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保羅堅持他的那個經驗的一種獨特性 而且他甚至根據這個經驗他宣稱 他從來沒有跟別人求教過 他對基督教的認識 是直接從耶穌來的 那我們記得我們開學的時候 導論的時候有提到基督教的不同的分派 我那時候有簡單很快的介紹了一下 在基督教傳統裡面有一個傳統叫做神秘派 Mystic 那時候我有跟大家解釋 神秘派的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 直接的意思 不經過媒介的 我不必經過其他人的媒介 我直接可以得到那個啟示 這就是一種神秘經驗 那從這個角度講 保羅的這個大馬士格的經驗 他很清楚的把它解釋成為是一個神秘經驗 是一個獨特的特殊的啟示 那這個啟示很明顯的 對保羅有一個劇烈的 非常劇烈的轉換 讓他整個心態改變 讓他的整個過去的想法整個被改變 我們再看另外一段他講的話 這段話更明顯在表現 對自我的一種轉變的詮釋 在提摩泰前書 這是保羅寫給他的一個譯子 他稱提摩泰是他所認養的兒子 他寫給他的信裡面 他說 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因為他賜給我力量 以我為可信任的 指派我來侍奉他 這保羅在做一個信仰告白 雖然我從前毀謗過他 逼迫侮辱他 他是在講耶穌 可是上帝靈敏我 因為那時候我不信他 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 耶穌基督降世的目的字要拯救罪人 這話是可靠值得接受的 我是罪人中最壞的一個 另外一個翻譯本 他就說我是罪魁 罪魁 罪裡面最大壞人就對了 這樣的用語是非常強烈的 過去認為自己是熱心 大發熱心 為上帝大發熱心的藝人 他竟然他自己稱自己是罪人中 最壞的一個 那到後來我們知道 這個事件結束以後 那根據這個描述 他就進到大馬士德 有一個人叫做亞拿尼亞 大家你可以想像保羅這個人 這個時候突然改變 那基督徒怎麼看待他 大多數的基督徒其實是不信任他 懷疑的 這個人過去專門在破壞基督徒 怎麼突然聽說他變了這樣子 大家都是懷疑的 有一個亞拿尼亞 來照顧他 來接待他 來帶著他 來加入這個基督教團體 那這個是保羅他當然自己描寫的 他非常感謝 在大家都懷疑他的時候 有這位亞拿尼亞接待他 接納他 讓他開始能夠進入到 基督教團體裡面 那所以我在這邊停下來 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如果把保羅當作是一個 Prototype 是一個皈依的原型 因為我這邊提到後來 類似這種轉變的經驗 在基督教歷史裡面 在非常多的重要的大思想家 身上都發生過 譬如我們學習到最後要介紹 奧古斯丁 他有類似的conversion的經驗 宗教改革運動的最重要的一位創始人 馬丁路德 也有類似的轉變的經驗 所以這個conversion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宗教經驗 保羅似乎給人在這個大馬四格故事裡面 給人這樣的一個經驗 概念就是他是一個突然的轉變 突然的轉變 180度 這樣突然轉過去 他好像跟他的過去 是一種全然決裂的一種 給我們這樣的感覺 那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那當代有很多的學者 在看保羅的時候 卻有不同的解釋 很多人認為說保羅的歸一 其實不應該用這種突然的大轉變來看待他 其實他的轉變有限所可循的 有人主張說他的轉變 其實是一個漸進察覺領悟的過程 那用現代的心理學的角度 用一個心理學的用語 保羅是一個宗教越界的經驗 他本來是站在宗教的這一邊 轉到那一邊 他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這個過程不是突然就轉的 他其實有經過很多很多的轉換的過程 那這樣的說法當然不是我們今天要特別探討的主題 但是我們如果回去看保羅他自己的作品 其實確實這樣的解釋也是有道理的 譬如有學者就主張當屍體反被猶太人用石頭打死的時候 屍體反這樣的一種殉道的態度 是不是會對保羅產生一種的衝擊 當保羅看到一個接受基督教的一個 站在他另外一邊的人 卻勇敢的接受這樣的一種被迫害的命運 一種殉道者的一種的態度 這個對保羅有沒有一種的衝擊呢 那種衝擊其實是一種挑戰的 挑戰說你想你覺得你對的事情真的是對嗎 站在你另外那邊的人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種勇氣去為他自己的信念來做見證 那你難道這麼有把握 你絕對是站在對的這一邊嗎 這樣的一種挑戰其實是 我們看到在所有的conversion的經驗裡面是存在的 最後借用這個有名的宗教心理學家William James William James在他寫的這本經典名著 《宗教經驗之種種》這本書 我們台灣大概七八年前有重新翻譯 是一個還不錯的一本 《宗教經驗之種種》很厚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就提到 宗教經驗有兩種最重要的兩種經驗 一種經驗是一次生的經驗 一種是兩次生的經驗 那一次生的經驗意思說有很多宗教人 他的宗教是漸進的 他是慢慢慢慢去學習的 所以他並沒有那種兩次生的經驗 他肉體的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結束 他其實是一個宗教經驗在累積 累積在成長的過程 那所謂的兩次生的經驗是指 像保羅這樣有一種很劇烈的 好像一種很劇烈的轉換過程的人 那個劇烈的轉換過程好像他心靈上再生了一次 在做一個宗教心靈的經驗來講 好像有一種再生的經驗 或者是很多基督教的用語說重生的經驗 他好像有第二次的生命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描述是滿有意思的 那當然William James是很有趣 他認為兩次生的經驗比較不健康 他在就宗教心態描述 這種兩次生的經驗的人 通常是因為非常劇烈的轉變 他之前的經驗可能不好 非常不好 導致於第二次的經驗才會發生 那第二次生的經驗就給予他 有一種非常劇烈的 對過去跟未來或過去跟現在 極端的兩種認知 那他認為這樣的一種宗教經驗 不一定是最健康的 但這樣的宗教經驗卻常常是發生在 所謂的很多宗教人的身上 那我們今天就在任何一個宗教團體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一種的模式 今天我們在基督教團體裡面會看到 傳統的基督徒 就是家裡面已經是好幾代的基督徒的 他通常比較偏向一次生的經驗 那所謂的第一代的 就是這幾次有機會去接觸基督教的 通常會比較帶有多一些二次生的經驗 那在保羅身上我們明顯看到 有這樣很明顯的一個非常劇烈轉換 不管學者認為有加上漸進的過程 或者真的就是一個劇烈的轉換 我們可以看到在保羅身上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往下走 好 那我們往下走 那所以在這個事件之後 保羅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了 他變成是一個基督教的傳道者 現在在他後面的 在他後面我們看到這個圖像 在他後面的 是他是一個新的 他認同的新的一個對象 他稱為主耶穌基督的對象 那他就開始成為一個傳道者 在各地尋回做傳道的工作 那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故事 在十足行算實際上提到 他在雅典的地方 做了一次非常有趣的演講 他在那個希臘人最重要的一個學術院 叫做雅略八股的地方 雅略八股 你可以把他稱為是一個哲學的論壇 他其實是在雅典的那個一個山丘上面 有一個類似是一個議會場 每天有許多的哲學家思想家 在那邊對話演講 那保羅被邀請在那邊做了一個演講 這是今天雅略八股的這個留下來的遺址 他其實當初是在這個山丘上面 有一個議場在那個地方 他這段演講也是很有意思 我們下禮拜就開始要介紹 基督教怎麼樣去運用希臘羅馬的思想跟文化 來介紹他的基督教的觀念 那保羅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例子 非常有意思 我們看到他在這個面對的一群 希臘的思想家哲學家 他怎麼跟他們談基督教 他在這個議場上他這樣說 雅典的居民們 我知道你們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濃厚的宗教熱情 保羅他用一種對話的方式 他肯定對方是有宗教心的人 我在城裡到處走動看見你們崇拜的場所 竟然發現有一個祭壇上面刻著獻給不認識的神 換句話說 希臘人特別在雅典的這個衛城 我們上城 那麼多的神廟當中 保羅在那邊四處逛的時候發現 這些雅典人宗教心那麼強 拜各式各樣的神的時候 竟然還怕漏掉 還拜一個不認識的神這樣 保羅用這裡做切入點 你們真的宗教熱情很強 拜一個叫做不認識的神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 我要跟你介紹一位就是你不認識的神 然後他接下來談這個神呢 創造天地萬物 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也不需要人供奉 因為他自己是賜給人生命的人 接下來這一段話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開始運用他所受的訓練 他在這邊引用了兩段 斯多亞作家的表達方式 他說上帝其實距離每一個人都不遠 接下去他說有人說 有人說這個有人說 我們今天去查 這個有人是斯多亞的一位文學家 斯多亞文學家說 我們的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他 換句話說斯多亞思想家裡面 也有這樣的觀念 有一個至高的神 人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從他來的 接下來他又運用另外一句話說 你們當中某一位詩人說 我們也是他的兒女 所以保羅就這樣 沿著這樣的一個觀點 他開始對這個雅典的人傳教 他說既然我們都是創造天地 這位神的兒女 我們就不要再去敬拜那些石頭 金銀所雕刻的偶像 反而要去追求那個萬物的創造的根源 這是他非常有趣在雅典的一場演講 那我們如果去讀這個經文的後面 當然你會發現他的這場演講 其實並沒有很成功 並沒有很成功 那個經文講到後面說大部分的這些哲學家 就笑他 恥笑他 說他在講這個 講一些我們好像不太容易能夠了解的東西 因為保羅講到 耶穌死而復活這個概念 復活這個概念 對哲學家來講 希臘哲學家來講 幾乎是荒誕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提到這些觀念的時候 有一些哲學家就笑他 但是另一方面呢 這個經文最後面也提到 也有一些人對他所講的有興趣 就邀請他到家裡面繼續對話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這是一個例子 我們說保羅呢 作為一位從猶太教 轉化成為新的基督教的一位新的傳講者 他開始用這樣的方式來傳講 那接下來我們很快的看一下地圖 他總共在他十幾年當中 他做了三次的傳教的旅行 宣教的旅行 一次比一次走得更遠 我們可以看到他從 都是從這個耶路撒冷 或是耶路撒冷北邊的安提亞做出發點 經過今天的小亞西亞土耳其的地方 到達希臘半島一次兩次 到第三次的時候甚至去到羅馬 就是義大利半島三次的旅行的 用不同的顏色描寫他走過的地方 第一次主要是在小亞西亞地區 到第二次的時候就到希臘半島 第三次的時候沿著海路去到羅馬 那他自己在他寫給羅馬教會的書信裡面提到 他還有一個心願 希望能夠再往西走去到西班牙 去到西班牙 那他如果有機會真的去到西班牙的話 根據這樣的一種地理的概念 他就已經是走遍當時候的世界了 走遍當時候的世界了 所以這個我們如果從這個地圖上的角度來講 保羅不只是一個思想家 我們為什麼稱他是基督教的一個創建者 你看他實際上他自己做了非常多的 食物的行動的工作 然後他在這個過程當中也經歷非常多的苦難 這是他自己有一次自己寫的 在哥林多寫給哥林多這間教會的書信裡面 他說到他所經歷過的這些苦難 他說要比誰受苦 我絕對不輸人 他說我的工作比別人都更辛苦 坐牢次數更多 常被鞭打冒更多生命的危險 被猶太人打過五次 每次照例打三十九下 被羅馬人用棍子打過三次 被人用石頭丟過一次 三次遭遇海難 一次在水裡掙扎過二十四小時 屢次旅行中經歷過洪水 盜賊 有猶太人 有外邦人的危險 有都市的危險 荒野的危險 海洋的危險 還噴到一些假弟兄姐妹造成的危險 常常徹夜不眠 忍受飢渴 缺乏食物 沒有住處 依不蔽體 他還心理上常常為教會的事情掛慮 像重擔一樣天天壓在我的身上 這是保羅自己自述他的一種身心所面對的挑戰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保羅這個人 如果說他是一位基督教 起初創建的時候的關鍵人物 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 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創建者 我們等一下最後來談他的思想 我把他的生平先介紹完 那最後一趟旅行 根據《使徒行傳》的描寫 最後一趟旅行 他被猶太人 在耶路撒冷被猶太人抓起來 控告他 而且直接把他交給羅馬的行政官員 那在這個控告的當中 保羅就掀出他的底牌 保羅掀出他的底牌 他說他對這個羅馬行政官員說 我是羅馬公民 那作為羅馬公民 任何一個人被判有罪的時候 可以直接向皇帝上訴 所以保羅就直接訴諸上訴皇帝的權利 所以這個旅程就是這樣開始的 他從耶路撒冷被羅馬的官員 一路帶著沿著這個路線走走走走走 經過海路 那根據那段描寫中間還發生非常多的苦難 非常多的很艱辛的旅程 最後到達羅馬城 那這是《使徒行傳》這本書 最後在最後一章28章結論的地方描寫 保羅去到羅馬的地方 反而得到自由 在羅馬城市那裡可以自由的傳道 有兩年的時間 那接下去就沒有描寫了 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那我們先跳過這段看一下結論 我這邊提到另外在聖經以外 提到保羅最重要的兩份文獻 那這兩份文獻都有一些 滿有趣的插曲在這裡面 第一份文獻是我剛剛已經提到的外經 保羅跟希克拉行傳 那希克拉這個人是誰 是一位貴族女性 貝克拉 那很有意思的是 根據描寫 這位貴族是一個羅馬貴族 他本來已經訂了婚 要嫁給一位未婚夫 結果他聽到保羅講道 受到非常大的感動 決定他自己也要成為一位 像保羅這樣的傳道者 但是保羅不准他 保羅說你是一個女性 不適合做這樣的工作 勸他要跟家人在一起 完成他的婚姻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的是 這位女性就決定 要跟隨保羅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他不要結婚 他就把頭髮剪短 裝扮成類似男性的樣子 把他的婚約解除 然後就以一種很像男性的身分 在開始做這個傳道的工作 行傳到最結束的時候 提到保羅最後碰到他 聽到他在講道的時候 保羅就允許他做這個傳道的工作 那這段經文很多今天很多這個研究 初代基督教的婦女的歷史學家 很喜歡這個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很明顯地透露了一個信息 就是說如果這個外經的歷史是有根據的話 在初代基督教 事實上有女性 是像保羅一樣在從事這種巡迴傳道的工作 好那最後一份文獻也很有意思 是我們今天基督教歷史裡面的一個傳統 就講到保羅的結局 第一位教會歷史家 優西比烏 在他寫的這本教會史裡面提到的這段話 他說當尼路皇帝在位的時候 保羅在羅馬被砍頭 彼得則被定十字架 那他說這一座城市就是指羅馬 至今仍保存著刻有彼得跟保羅名字的墓穴 證實了這個說法 那今天教會歷史 基督教歷史的傳統裡面 大概都是遵循這種說法 特別天主教會 天主教會遵循這個說法 主張保羅跟彼得很可能是在尼路皇帝 迫害基督徒的那一場迫害當中 兩個人都死在羅馬 那這個當然沒有辦法證實 但已經成為基督教的一個主流的傳統 那這個故事就提到尼路 尼路他的暴君 焚乘路 尼路的故事我們知道 他一個浪漫主義的人 喜歡做師 那據說他為了要激發他的靈感 竟然自己放火燒他的一個樓房 後來又把這個縱火的罪 怪罪給代罪羔羊基督徒 所以造成基督徒被迫害的故事 那這故事就提到保羅跟彼得 兩個人都是在羅馬訓道的 那左邊這張圖 甚至刻意描繪保羅跟彼得 最後好像兩個人還有相遇這樣 彼得的故事更特別就是 根據同樣這個傳統 他是被道定十字架 所以這樣的藝術的表現 也很多藝術家有把它畫出來 米開朗基羅也畫了這幅 彼得道定的圖 我們最後來談一下他的思想 請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講義的 第二頁下面的地方 第五大段 我們今天介紹的保羅這個人 我剛剛提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保羅的宗教經驗 他的這個宗教經驗成為他 後來成為這樣的一位角色的 最重要的基礎 所以神秘派這個概念是滿有意思的 他是在談一個宗教經驗 對一個人的影響 那第二點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保羅做一個行動者 做一個實踐家 他不只是真的去從事這種宣教的工作 他還建立了相當多的教會 所以我在第四大段有提到 他在地中海東岸 建立了相當多的教會 而且不只是建立教會 他還繼續建立一種網絡 藉著他所寫的書信 來指導這些教會 怎麼樣建立一個有組織 有系統的一個教會 那我這邊有提到 他寫信裡面呢 一方面會教導這些基督徒 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質是什麼 另一方面第三小點 當教會面對很多挑戰的時候 他用這個書信 來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我在第三小點有提到 不同的教會有面對不同的問題 譬如哥林多教會問題最多 他們面對很多挑戰 裡面教會裡面有發生婚姻 婚外情等等這些淫亂的情形 所以他特別提醒他們婚姻的重要性 在哥林多教會他們還面對一個挑戰 他們去市場買肉的時候 所有的肉都是已經在神廟裡面 祭拜過這個羅馬的神明的 所以這些基督徒就面對一個挑戰 我要去市場買肉 這些肉都是已經祭拜過羅馬神明的 那我做基督徒我還可不可以吃這些肉呢 那教會裡面分成兩派 一派的人認為說 既然信了耶穌那些神明就是假的啊 既然是假的 就算去拜也沒有關係啊 就吃啊 但另外一派的人 特別很多是從 異教的宗教轉 像保羅一樣 他有經過一個改宗的經驗 他成為基督徒 他就覺得那個神廟的神明的陰影還在那裡 要吃那個肉好像是一種 一種覺得是一種不安 像這樣的問題 就讓保羅必須去回應 去教導他們 所以他的書信裡面 有非常多很特別的地方 是一種非常實際的 解決基督教團體的問題 那最後我的第五小點也有提到 也有個人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們將來會再談到 譬如他有一封個人書信 寫給一位叫菲利門的人 那這封信其實是 為一位奴隸寫的信 這位奴隸本來是菲利門的奴隸 脫逃以後輾轉的成為基督徒 後來成為保羅的一個學生 那保羅勸這個奴隸回去主人那裡 去跟主人和好 同時他也勸這個主人 要重新以新的態度對待這個奴隸 要不再把他當作奴隸 把他當作是兄弟 這樣子 所以這東西也非常有意思 他用一種個人化的方式 好像要去解決一個 主人跟奴隸中間的張力 但更值得思考的是 保羅完全沒有去討論奴隸制度的問題 到底奴隸制度是不是一個問題 他沒有討論 所以這個我們將來會 會再來討論這個主題 好 那我從這裡很簡要的 簡單帶我們看一下保羅的思想 保羅的思想 我這邊整理了幾點給大家做參考 保羅後來成為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我在第一頁的那個介紹他的生平的地方 有提到一點 為什麼保羅這個人呢 作為一個作家會影響力那麼大 這就牽涉到他的背景 我在這個第一大段的第三小點 B的尾巴有提到 保羅他的背景很特別 一方面他是精通希伯來宗教思想的人 我們看到他從小就被送到耶路撒冷 在最好的猶太拉比底下受教育 如果要談猶太宗教的觀念 保羅也是一流的 但另一方面他住在大樹 他家族就是在大樹的一個 一定是一個相當有 至少是中產階級的一個家族 他有機會能夠接觸希臘的哲學思想 特別在大樹非常盛行的 斯多亞派的思想 所以有很多學者說 保羅精通兩西的文化 希伯來文化也很熟 希臘文化也很熟 那這一點讓他就能夠幫助基督教 從一個傳統猶太的希伯來的傳統 進入到希臘的世界裡面 就像他剛剛提到 他在雅典 對雅典的希臘哲學家也可以對話 這就是他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跨界的經驗 轉界的經驗 他從猶太教進入到猶太教 讓他帶出一種 對這些兩個宗教中間的差異性 最好的一種的努力跟詮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重要的幾個觀點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 基督教在羅馬書裡面 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一個人在上帝面前被稱為義 不再是靠守律法 而是要藉著信心 這是他非常有名的 因性稱義的概念 因為這個稱義這個字 保羅用的是一個 已經在羅馬文化裡面 大家很熟悉的概念 就是在法庭裡面 被宣判是無罪的這個字 稱義這個字 justified 希臘文說 就是你在法庭裡面被控告 結果法官宣判你無罪 這個字就是義稱義的意思 那保羅用這個字來描寫 人跟上帝的關係 他對比舊的猶太人的觀念 跟新的基督教的概念 舊的猶太人觀念認為說 一個人在上帝面前 會被宣判是義人 主要是因為他遵守摩西的律法 都沒有犯罪 沒有無可指責 但這一點保羅很明顯的 比猶太人更清楚 去認識到人的本質 是不可能完全遵守律法 來做一個完全的人 人就是一個有限的不完全的人 那他反而借著他自己 耶穌跟他在大馬四格相遇的經驗 我們看到他重新認識自己 其實是一個表面上很驕傲 很覺得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 一個大發熱心的人 本質上其實還是一個 驕傲的自我中心的人 所以在這一點他 轉變了他一個想法 他發現說 承認自己有罪 比認為自己是沒有罪 可以完成律法要求 更合乎宗教的本質 宗教的本質不在於 你可以成為一個道德主義者 律法主義者 或者說你宣稱自己是一個 完全可以遵守上帝規定的人 宗教的本質反而是承認自己 就是一個人 會不完全 那他認為說 用信心來接受上帝的恩典 才是真正在上帝面前 被上帝接納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這個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神學觀念 那這個觀念也影響了整個基督教 整個的發展 在這樣一個觀念當中 保羅就把耶穌放在這個事件的核心 為什麼一個人 可以用信心來接受上帝的恩典 因為人做不到的 保羅認為耶穌已經替人做到了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 讓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 不再被看作是罪人 上帝看著耶穌然後宣布說 好我接受你也是一人 這是保羅很有名的理論 所以基督徒不必再靠自己宣布說 我都做到了 反而是基督徒可以靠著耶穌 被上帝承認說 你是一個被接納的人 這叫做因信稱義的概念 那這一點呢 很明顯我們看到也讓基督教 就走了一條跟傳統猶太教不一樣的路線 走的是一個承認人的罪 用信心接受上帝恩典 依靠耶穌來得到稱義這樣的路線 第二點 因為這樣保羅也提出一個新的很重要的詮釋 就是自由的概念 他認為自由其實是承認自己 不再被罪死亡法律的這種要求所威脅 人可以經驗到一種新的自由 承認自己是一個不完全的人 反而讓人得到自由 所以他提出在加勒太書這本書裡面 提出一個自由的一個基督教的一個詮釋 過去你想要遵守律法 想要靠自己要完成 反而會變成奴隸 反而是一旦承認自己是一個不完全的人 反而得到自由 那個自由不是從你來的 是從宗教的源頭給你的 那這種自由呢 但是保羅知道這個自由不能被濫用 所以在加勒太書裡面 他提出自由的一種雙重的概念 自由是免於被罪被死亡的權勢威脅的自由 但這自由也給予人一種新的方向 去活出生活的意義 所以他用兩個介系詞在描寫自由 保羅說自由是從束縛得到自由 過去人可能受到某一些不同的勢力的束縛 所以是不自由的 被罪束縛 被自我束縛 被死亡的威脅束縛 被想要靠律法這樣的想法束縛 所以你可以不再受那個束縛 你得到自由 free from 得以自由 但這個自由不能濫用 你要用這個自由來做對的事 所以他提出一個概念 free for free for need 這個自由要用來用在對的事情上 所以他就說一個人從罪到得自由 是由一個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 轉變為以上帝跟他人為中心 一個得到自由的人 怎麼去證明他是自由的 因為他願意關心其他的人 願意為別人付出 這表示他有真自由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一個對自由的詮釋 好 那往下 第三點 所以他提出跟猶太人很相像的倫理原則 這是非常猶太式的思考 既然上帝是這樣的一個上帝 他的子民就應該活出像上帝這樣的生活 我們剛剛提到猶太人的倫理觀念就是 上帝的子民要反映上帝的性格 那保羅說既然你已經從上帝那裡得到自由 你就要把這個自由的特質活在你的生活裡面 上帝既然要求你聖節 你要活出聖節的生活 第四點 保羅強調一個新的宗教團體的重要性 他認為基督教在這個新的宗教團體裡面 已經形成一種新的秩序 這個新的秩序是打破傳統社會裡面的規範跟界限的 在舊的社會裡面 這個有主人跟奴隸 男女的差別 有不同族群的差別 那保羅主張 基督教建立一種新秩序 是打破舊的規範的 那這個我們將來會再談到這個部分 好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最後兩點沒有時間介紹 我先把最後一點 第六點很快帶一下 因為這個跟上禮拜介紹的反猶太的這種精神 是很有趣可以做一個對照的 就是我PowerPoint最後的幾個文本 保羅在羅馬書9到11章裡面 最後探討這個問題 到底我自己是一個猶太人 我怎麼看待猶太人跟耶穌的關係 特別他寫信給羅馬的教會 羅馬的教會是以外邦人為主的一個教會 雖然也有一些猶太人在裡面 所以他說我自己心裡很沉痛 為了我的同胞骨肉之親 即使自己被上帝咒詛我也願意 所以他在談的是猶太人 猶太人本來是上帝的選民 上帝給他們有兒女的名分 上帝跟他們立約等等 基督也跟他們是同一族的 但是他說我不是說上帝的應許落空 因為以色列人也不一定都是上帝的選民 以色列人不能因為只有以色列人身份 就說他是以色列人的選民 以色列人也要證明他是有遵守上帝的旨意的 亞伯拉罕的子孫也不都是他的真兒女 那所以他怎麼解釋 他怎麼看待猶太人呢 他說猶太人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走出對的路 讓外邦人反而有機會 可以找到一個新的跟上帝的關係 這樣講有點反風的口氣 但保羅用這個角度去談 猶太人過去上帝給他們機會 成為上帝的選民 但是他們想法上有了一點點偏差 反而是外邦人重新因為耶穌基督 開了一條新的路認識了上帝 那重點是最後面這裡他在談的 但是那我的這些同胞怎麼辦 他們雖然好像不明白 上帝真的意是什麼意思 他用這樣的話在描寫猶太人 猶太人想自找門路 反而沒有找到真的路 那麼最後他說 上帝真的棄絕他的子民嗎 上帝有棄絕猶太人嗎 保羅說當然沒有 我自己也是一個以色列人 是亞伯拉罕的後代 猶太人跌倒就毀滅了嗎 保羅又很斬釘結點說當然不 因為他們過犯拯救臨到外邦人 那麼猶太人反而能夠發奮起來 猶太人的過犯帶給世界豐富的福澤 他們靈性的貧乏使外邦人富足 那麼如果猶太人全體都包括在上帝的拯救裡面 不是更好嗎 所以他的結論他說 猶太人好像是橄欖樹的枝子被折下來 野生的橄欖枝子被接上去 就是指外邦人 外邦人好像是野生的橄欖枝 但是這些只是枝子而已 真正重要的是樹根 猶太人如果不固執的話 他們還是會被恢復到原來的位置 上帝會再把他們接上去 好像外邦人接到野橄欖樹的枝子接上去 像猶太人更容易被接回去 所以他最後結論說 我得到一個真理 部分的以色列人顽固 只是要等到外邦人歸向上帝 到時候全部的以色列人也必得救 所以這個態度是很有趣的 保羅他採取一個包容的態度看待猶太人 他認為猶太人有一天 還是因為他們過去上帝 作為上帝的選民 他們還是有機會會回到這個上帝的面前 那這樣的態度 我們如果對照上禮拜所介紹的 這種反猶太的思想來看的話 保羅的這個觀點其實是更包容性的 而且他自己作為一個猶太人 看待這樣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剛好可以跟上禮拜做一個對比 好 那我們剩下一兩個小點 我們下禮拜再來做最後的介紹 讓我們來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